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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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細部介紹 這一台M4的Forge套件 之前我們已經有拉布馬力 讓大家知道我們改裝前改裝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來細部介紹一下 我們Forge的產品跟其他產品 我們的Charge pipe 比較沒有凹扁 因為有很多家的Charge pipe 它都會凹扁 其他牌的Charge pipe 這邊通常都會有兩個水噴洞 因為我們設計這裡沒有水噴洞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水噴從這邊 再經過了這個所謂的水中冷 它的效率會減低 因為它這邊是熱的 你的酒精要到你的節氣門 因為節氣門在這個地方 就會會發掉 所以它的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真正我們的水噴洞是裝在這裡 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在Charge cooler這邊 然後節氣門就在下面 它不會經過這個Charge cooler 所以它的效率會變好 所以酒精跟物化的水 就可以直接到節氣門那邊 那這支Charge pipe不一樣 那再來咧 我要來講一下我們的Charge cooler Charge cooler呢 我們是唯一呢 有附水箱可以看到水味的 這邊可以看到水味 這裡有附水箱 我們是Forge唯一是可以看到的 其他家的 以我所知現在目前是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它裡面到底有水 還是沒有水 然後再來咧 它我們整個的面積多了125% 然後呢 也是直上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我們的那個 Carbon的進氣 那Carbon進氣呢 其實在房間已經有很多家廠牌有做了 那我直接講我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來看一下我們的空氣流氧器座 是跟Carbon是一體成型的 這個技術是比較難的 那以我所知的話呢 這個Carbon進氣一體成型的空氣流氧器座呢 只有我們Forge有做 因為我們搭配了Carbon生產的廠商 是做F1的材質的跟零件的廠商 所以它這技術是很好 假如說呢 有些時候呢 這邊的空氣流氧器座 可能是Alumi的 那 因為它的膨脹器數不一樣 那它中間又有不一樣的膠打的話 那因為它熱脹的人說 因為它膨脹器具不一樣 很容易有時候 這空氣流氧器做會 跟Carbon接的地方 會裂開 因為它這個是Alumi 這是Carbon 那裂開就不好 因為它空氣有時候 會從這個裂縫呢 跑進去 導致空氣流氧器的這個 讀取訊號是不一樣的 那你的車子開起來就很不順 因為 空氣流氧器讀取數據是蠻重要 它越正確 你車越順 因為這個是 有關到車子的效能 那 有兩個 那一樣 這邊也是 空氣流氧器也是一體成型的 對啊 那 那 這台車子呢 現在就是 搭配了我們的 Charge Cooler 進氣 Charge Hi 還有GIC Stage 1 我們軟體呢 它從原本的 四百 四十五匹 四百 不好意思 四百五十五匹 現在已經達到五百 五百一十匹左右 五百一十五百一十匹左右 那馬力機的畫面 其實之前 可以看到我們之前的一些影片 我們也有提供 基本上 每一代我們做出來 差不多都在五百五百一十匹左右 那 再來就是說 它比較恐怖的地方是 它的扭力比原廠多了十二公斤 所以在市區啊 你再加速的感覺 是絕對是明顯的提升的 那如果你是M4 M3的車主 F系列 F80系列 等 如果對我們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請到我們的FB 或是我們的官網 PM給我們 E-mail給我們 我們會 樂意幫你服務 更清楚的 謝謝 先進去 讓我們 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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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